下進去你是要人命的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吃 左邊的肋是這樣子吃進去 鹽的肋吃 在兩個肋的中間吃進去 別人會酸 不要穿到肋骨裡面去 在兩個肋骨的夾縫中間吃進去 就是穴道 所以如果天溪穴在這邊的時候 你不會直接在天溪這邊下針嗎 一定在靠過來的五分之間下針 老師我的技術很好 我說乳中一針透到天溪穴 我過來把你扁打一頓 不可以這樣做的 不要表演 不要fancy 那這邊呢對稱就是這樣下 沒有人直接這樣下 這樣下 知道我意思了 那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天溪 天溪 如果婦人的乳房 有個硬塊在這邊的時候 你一看 在乳中穴的旁邊兩寸 老師 他這個乳房硬塊 正長在竹泰銀脾經上面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找脾經的穴道 那老師前面你講的那個 那個風能啊 上劇區 那個是在胃經上面 所以我們乳房硬塊在哪個位置上 代表的經絡都不一樣 我們代表我們選擇穴道的 角度都不一樣 好所以我們沒有說 乳癌一個特效穴 沒有 要看你在哪條經絡上面 然後我們 順著這個經絡去找他的 學用他的穴道 所以除了穴道 除了了解穴性以外 了解穴道的走向 同時呢 你知道 井濃蘇晶河 圓穴落穴 西穴你怎麼選擇 像我剛剛講的 西穴就是鎮痛 對不對 我這裡痛 西穴 對不對 出如此類的 那我如果痛多久了 我也不太記得 我 就 兩個禮拜以前 三個禮拜以前 我發現到 可能在那邊好 好幾個月了 我沒有注意到 不能怪病人啊 應該怪病人是先生對不對 那他沒有注意到 最早發現 太太有乳癌 應該是先生 那 你就虛實寒熱弄不清楚 沒有關係 圓穴或者落穴 相信說 無所謂寒熱嘛 對不對 所以說 無所謂虛實 都可以治療 所以 你要知道 天息 要知道石頭 不見得說你一定會掙扎上去 而是這個幫助你辯證 對不對 所以下次裡面有問題問我的時候 老師那個病人有乳患硬塊 我說在哪條筋 在形包筋 在心筋 在皮筋 在胃筋 馬上回答出來啊 哎呀老師我去查書 我就憋你了 臨床上的時候不可以說 一邊看書 這不好 不好 不好 你看他上面那個天息穴是不是有乳房硬塊 對不對 諸位 你們學完人際出去 在你們周圍的人包括你自己 從此乳癌是給你們絕跡的 永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好 等到上 我把人際整套講完以後 不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同時你 普及到你周圍的人 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女人的 這個 這個最 凶險的病我們把它去掉 在最早期發現的時候速度最快 不要聽西醫的早期 為什麼我不站在你們做那個乳房那個 mamegram 壓極攝影 因為 我們知道是 奶水累積在裡面 因為代謝不掉 他就 奶水是不是一個食物 有沒有人反對啊 奶水是不是食物 那食物停在裡面 壞死掉了 化成濃了 就是乳癌吧 那 我們知道他停機在裡面 累積在裡面 是不是有個袋狀的東西 包在裡面 一個common sense 那你現在再去擠壓它 是不是產生更多的 scar tissue 再讓組織更壞 組織破壞掉 破壞掉的話 好了 你 第一次檢查壓的時候 你這個應該看起來可能是 鈣 可能是一些 脂肪啊 鈣啊 在裡面 你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你越壓越壓 以後產生很多袋子 袋狀 趴在一個口袋在裡面 非常容易累積 奶水 所以不需要那個memory 那你要知道胸箱在哪裡 我們去看周融 周融這個穴道呢 病人呢 下巴在這邊 嘴巴在這邊 這個脖子 肩膀下來 這個 這個缺盆 我們手臂的肌肉 這缺盆和肌肉交接的地方 這是雲門穴對不對 雲門穴 雲門穴 跳一個肋骨 跳過一個肋骨以後 就是我們的 中 中腐穴 從中腐穴再跳一個 下來一個肋骨呢 就是我們的 周融穴 周融 周融 那周融穴 再跳一個肋骨下來 再跳一個肋骨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現在介紹的 胸箱 胸箱穴 這是我們 找穴道的方法 都是隔一個肋骨 隔一個肋骨 雲門 中腐周融 和胸箱是 一條線下來的 但是在中腐雲門這邊出現的話 我們要 如果有硬塊在這裡出現的話 我們要在肺鯨上面治療 如果在這邊出現的話 我們就要在 脾鯨上面治療 這是我 你們要知道穴道的目的 初期的硬塊出來的時候 穴比真好 穴 因為穴呢 是穴火 我一開始就跟你們講 穴 我們為什麼要選取 艾榮 來燒 因為艾榮的性是往下 去找水 找水 我們講奶水 奶水 對不對 你相不相信 奶裡面有水 不用一眼一定有水的嘛 對不對 怎麼那麼笨呢 對不對 奶裡面一定有水 那 艾草一燒的時候 他就會找水 表面上看著煙往上去 實際上 他的性是往下走 這個就會 硬塊就會化掉 因為有熱 熱就能夠化掉 所以穴比真好 那在 天硬上面 我們講天硬這個字呢 就是說 它是 在這個上面 你找到了 這就叫天硬 好 那穴 比真好 這穴方硬塊 所以如果查到硬塊 不要急 叫他揪 然後自己去按摩 好 我們告訴他怎麼揪 讓他自己回家揪 那我一般的叫病人自己回去揪 自己按摩 或是先生幫他按摩 再來是大包 大包這個穴道呢 在手的內側 手臂的 下方 正面 側面看的時候 這是下巴 這是嘴唇 好 那 這是脖子 後腦勺 脖子下來了 那 到胸部下來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讓病人手臂往後去 往後去 因為他的手臂 就是在戈子窩底下 正下 這叫六吋 六吋的地方 這叫大包 正在戈子窩下方這個穴道 我們叫做極拳 那極拳下三吋這個就叫做淵液 淵液這個穴道 那再下三吋 所以我們從直拳下六吋 就是我們的大包穴 大包穴呢 是總統 全身大落 全身的落 都是大包穴在管 金 與金之間都有落 所以才會有表裡的現象深深 金和其金之間也有落 金和丈夫之間也有落 丈夫之間交接也有落 所以落是不滿全身的 但是主要 幹道是 主幹道是 金 次要到道路就是落 所有的落 大包穴 在管 這個穴道呢 過去是 武術家 攻擊著對方的穴道 那你要攻擊這邊的時候 這個 你如果 因為只有一個點嘛 一個點 那 如果你攻擊這邊的時候 不會造成病人全身瘫痪 沒有力氣 整個倒下去 所以 這個人 這個 這個 我們知道 人上帝造人造得很好 你手 被這樣握起來 就正好就把大包擋住 你看到沒有 就天生就是 要防護這個地方的 天生防護這個地方 剛好擋到 所以你要打開的時候 把手拉開再打下去 你不能那麼笨嘛 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打 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笨 一定要把手拉開 那 這大包穴 那大包穴 這個 是 皮之大落 你看 皮之大落 我們會用到這個穴道 下征會用到穴道 用到這個穴道 但是落氣 我們要需要 聯絡 落就是聯絡的意思 丈夫之間 不能溝通的時候 不協調的時候 我們會用大包去 讓他協調 所以大包穴是我們常用的 一個穴道 所有陰晶陽晶的 都在他的管 落都在他管 為什麼我們講 皮之大落 這個皮障 就好像 水壩 那你水壩的時候供水到各方面去種田啊 灌溉對不對 這個管道就叫做 大包 大包在管 所以 皮障 他之所以能夠管五個障 就是因為有 大包在這裏 好 所以 我們小腸吸收了精液以後呢 小腸把這個 這個 這個營養呢 好 通通轉移轉給 皮障的時候 在西醫來說 就有 各種維他命 各種營養 都不談營養 這營養收上來是五種顏色 有青色 有黃色 青色的 有赤色的 紅色的 有黃色的營養 有白色的營養 有黑色的營養 黑 都是黑色 那如果 身體功能正常人 健康的人呢 皮障有這個大落 大包 就能夠把 黑色的送到腎臟 白色的送到肺臟 好 紅色的送到心臟 青色的送到肝臟 黃色的就留在皮障 那皮障呢 肌肉 他就跑到肌肉裡面去 五種顏色 應該要歸位 黑色的入骨 白色的 入肺 諸如此類的 那有一天呢 這個人跑來一看 這個臉色為什麼發黃 就是黃膽 對你們來說是黃膽 對中醫來說不是這樣解釋 中醫來說是因為你 肝膽有問題了 皮胃有問題 皮有問題了 對不對 肝膽有問題的話 是木刻到土嘛 木呢 太大了 頂到土了 土呢一瘦到 胃口沒了 胃肚 這個我們人的口味 好就胃去就 少了 少了以後這個 營養液是黃色的營養 本來應該 放在土裡面 放在 皮障吸收 是不是在土裡面 現在被擠壓了 小商要把營養給他 他你要給我很感謝 但是我不能收 我不能收啊 發出來 就臉上是黃色的 所以你看到臉上是黃色 你知道這個黃色 原來是應該待在皮障裡面 可是他不能待在裡面 那為什麼不能待在裡面 肝膽 肝有問題 頂到 皮胃 所以才會說 哎呀臉色黑的是腎臟病 對不對 那不能跑到美國去看 所有的黑人都是腎臟病 那我們有黑 有正常的黑色 和不正常的黑色 好 以後我們介紹黃帝內經的時候 會講到很多 好 你要問黑人什麼樣 我自己清楚了 我常常就在黑人上 身上下針啊 好 那 大包屑 大包屑 第二段 第二行 最後一段 你看第二行 大包屑第二行 中醫把虛 好 你看 虛死呢 再下一個定義 所以族會會越來 學到越來越來越來越多的虛死的症狀的辨證 反正是繃緊 為死 鬆開來了 終於成為穴 虛 所以石震的時候都繃得很緊 虛震的時候 好 是鬆弛的 好 那你把病人手拿起來 他又掉下去 手拿起來又掉下去 鬆弛的就是虛震 那 那這個穴道呢 大包穴 它不是屬於紫穴 也不是屬於母穴 所以虛震時震都可以在這裡治療 都可以在這裡治療 所以說老是這個 像中鋒的 腳 那個手居然 那個拉成這樣子 居然成這樣 也是用大包 那手攤開來不能握拳 你也是用大包 對 中醫就是一個協調 好 過和不及 都不行 好 我們針灸 我們選穴的時候 就有 中和的作用 過於不及都可以治 那瓶筋到了 大包穴 對瓶筋的 終點 我們 介紹穴道的時候 如果就開始要想 我們第一個穴道開始講 到這個凌晨三點 三點到五點 好 三點到五點 這個三點到五點呢 就是肺起來的方向 肺經 氣血的流注開始 三點鐘 所以從 中府 雲門 天府 瞎白 池澤 孔罪 烈削 金曲 太約 餘疾 哨傷 對不對 然後到了五點 那五點鐘以後呢 開始 傷癢 二間 三間 核武 陽性 偏離 溫流 夏靈 上來 守三里 曲失 軸 無力 然後一路上來 我在講隧道的方向的時候 就是氣血流注的方向 知道我意思嗎 然後一直到了頭上去 頭上去後 守陽兵大行走完了 走到營鄉 對不對 再回頭進入 頭位 下關 夾車 成績 失敗 俱瞭 意思就是說 七點到九點 早上七點 七點到九點 朱冠冰未經的氣血 從上面一直往下走 一直走 到了九點走到立堆 九點鐘以後呢 進入皮靚 皮靚的時候講 然後引白大都 太白 公孫 好 這個 那個 桑丘 那個 桑丘一路上來 一路上來 就是氣血這樣流行 所以我們在講穴道的時候 老師為什麼有的人從這邊講 為什麼不給他倒回去講 不是 就是因為有氣血的流向 所以我們一路這樣講下來 就是氣血的流向 好 有目的的 心經 心經 皮開四時 心開五時 五時呢 是早上 十一點 到下午 一點 這是心經 心經 心經呢 守哨陰 心經 心經呢 是屬火 那他是陰經嘛 是屬於陰火 在中醫的觀念裡面呢 心臟 心本身是 君 主 之官 他不受病 本身他不受病 心臟會有病 在中醫的觀念裡面 認為是 心包膜 病都在心包上面 包在心包的心包膜生病 本身心臟 不會生病 那老是不對啊 那現在很多人 二間半 三間半 闭所不全啊 心力不整啊 這都是吸藥搞出來的 本來沒有的 好 不應該有的 那你說為什麼 這個吸藥會造成這樣子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你如果拿個塑膠盒 那個核蓋子 塑膠盒的核蓋子 兩個是不是很合 很match 對不對 符合 大小符合 所以你如果那你問 那你就問這個塑膠盒 這個塑膠盒 如果環境一直不改變 一直保持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用一輩子也不會 不合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東西介入了 一介入的時候 把核子的 核子的本身壓縮掉 核子形狀的改變掉 那核蓋子還是一樣 核蓋子沒有改變 那你一看 不合了嘛 實際上 你算一算圓周還是一樣 阿希一看 啊 糟糕 半膜必說不切 我給你換個豬半膜 把豬抓來殺了 半膜拿起來 殺豬不要 賠命嘛 豬半膜很大 切切 形狀大改 match上去 現在的豬半膜不流行的 人工半膜做出來 做成那樣子 那終於呢 哎呀 有人傷到心了嘛 把下面壓力鬆掉 回來了 這就是我們可以治療 這個半膜必說不全 但是呢 豬半膜 或者是人工半膜 不要再找我們治了 因為我們本來你換上去 變成合了 結果我幫你治了以後 結果變成不合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半膜不是你原來的 心本身不受病 一再告訴你 是心包膜受病 這是中醫的 所以心臟管的中醫很多 第一個女孩子 你們知道 你們現在知道的心臟管 月經啊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 保護心臟 所以我們常常說 你要心平氣和 不要生病啊 所以我實際上我喜歡教學比較好 臨床看病我會很氣 一氣了火冒三張 就很火 因為病人是無辜的嘛 病人跟我陳述事情的時候 我一直在聽的時候 月經就火就繼續來了 頭馬上開始竖起來了 開始發飆了 對我來說病人是無辜的 不應該被弄成這樣子的 然後那個醫生呢 把病人的錢賺走了還不說 病沒有治好 今天我叫你家來裝潢 我收了錢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對不對 何況我們常常說 我根本錢財沒有拿人錢財 也與人消災 對不對 那 這個他們拿了錢財 不能與人消災 你說我氣不氣 當然會氣 那我心臟就不好 就回家趕快要找個 想辦法把心情平復下來的方法 對不對 好 那 來 來 因為心臟 所以心呢 常神 所以你的心神很重要 不守 好 情緒不穩定 那氣就不會聚在一起 就會影響到你的壽命 所以少氣少氣 那壽命會短 那我明知道啊 我不是不知道 知道了我更氣 你看這個恰到病人 也氣到我 你說我根本恨不恨他 把我也拖下水 關我屁事啊 我也給你拖下水 對不對 就越來越氣 這心常神 那 晚上 這個 大概我們 11點到下午1點 這是心經 開穴的時間 開這個經過的時間 我們晚上 如果整個晚上不能睡覺 或常常睡覺 睡睡醒醒 不容易入眠 睡睡醒醒呢 這都是心臟的問題 你如果是專挑時間 老師我是晚上11點到1點鐘都不能睡覺 每天晚上12點準時起來 那時候膽結膽有問題嗎 那你1點到3點鐘醒過來 這是肝臟有問題 3點到5點醒過來 這個肝臟有問題 那這個肝臟的很好 都沒有黃膽啊 什麼也沒有氣喘 什麼樣的 那個咳嗽什麼都沒有 他就是不好睡覺 心臟問題 好 那心臟呢 這個 我們打個比方 終於認為心腸神 簡單解釋 心中呢 好 心中 有一滴血 這個怎麼解釋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心臟 這個血要進入心臟 從心臟出來 好 繞一圈 好 什麼心室 好 左心室 右心室 心臟進去以後 從心臟出來 中醫的觀念裡面認為 心臟中間有一滴血 所以 心的血進去心臟 去取代舊的血 速度應該是這樣走的 好 永遠有一滴血在中間的 就好像你玩那個 物理那個球 咚咚咚跳 血液在中間 那有一天呢 你回家 媽媽回家 這個門一打開來 兒子從旁邊一跳出來 一下媽媽一叫 你當場嚇到東西皮包也丟了 鞋子也掉了 嚇到 這一滴血瞬間不見 因為你受到驚嚇 一下不見的時候 這個滴血是藏繩 藏繩的地方 藏繩 藏繩的地方 那這一滴血不見了 那你同樣啊 血是變成這樣走了 你知道為了這樣走 那血的速度很快 你在EKG在什麼樣看 看不到啦 速度很快 你永遠不會想到中間 有一滴血在那邊 那這一滴血沒了 那你看到的血的流行 還是一樣 可是病人就開始失眠了 開始失眠 那麼我們有方法 讓這一滴血正好回去 就那個點上面 這個中醫可以做得到 那你覺得人身上乏味 你說老師我睡覺不好睡 我開始吃安眠藥 吃安眠藥吃到後來 因為你不知道 這是心腸神的地方 你一直吃安眠藥 去壓制他壓制他 而不曉得睡眠是心腸在管 好 所以你會到頭來會失神 那神失了以後呢 就覺得人這個 我覺得很高興去自殺 很開心的去自殺 所以一般人得了 這個憂鬱症啊 或什麼樣的失眠 到他自殺了 他才笑呢 因為你們看到這邊是跳樓的 我們在美國有槍嘛 我家可以組裝一個簾 我的槍可以組裝一個簾 那麼多槍 這是合法的 我還有西鄉執照 我還可以帶槍在身上 那很多人自殺的時候拿槍啊 打進去 因為槍的速度很快 打到腦袋的時候死掉 嘴巴還在笑啊 為什麼 就是因為藥物的讀書控制 心腸已經藏神 失神了嘛 見鬼則笑嘛 一直在笑 他很開心的在笑 然後覺得自殺很愉快 就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會 現在美國FDA也發現到 這些抗憂鬱的藥 Zoloft啊 或者Prozac Zentai 這種抗憂鬱的藥 還有一些安眠藥 他原來當初設計的目的是 要預防病人去自殺的 結果呢 病人吃了一段時間以後 適得其感 是很開心地去自殺的 最年輕的22歲一個美國大學聯盟的一個很有名的四分位 quarterback四分位 他兩年前的一年前就抱上燈 他自殺了 很壯啊 前途很好 他就自殺了 好 這是憂鬱症 好 那 所以 心臟我們要把它控制得很好 的話 睡眠就是事件很好 情緒就會很好 那心跟小腸是表裡 好 比如說我們畫 這個 這個人體的剖面圖給你看 這是胸部 我們今天畫男人 你看這背上下的 好 你看這個幅度 這個男人蠻壯的 好 肌肉男 肌肉男 是不是 那你心臟在這邊 心臟產生的熱 金色火 心中下 我們人身體的中間有大血管 這個血管 把這個血導入我們的小腸 好 所以 當你的火在小腸裡面是 這個兩個火就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速度 同樣的壓力的時候 這個熱的力量 會讓我們肚子 很平 如果心臟的火沒有辦法集中 沒有辦法全力集中在小腸 如果是有部分散掉 部分在小腸 或者是全部都沒有在小腸 就造成肚子病成這樣子 所以心臟在管人的體重 在管人的腰圍 好 那西方醫學呢 不知道是心臟在管 這個人的體重 所以過胖 就是心臟有問題 我幫人家減肥 是在強他的心臟 把心火倒到小腸裡面 小腸的熱一回來以後 開始燃燒旁邊的脂肪 西醫不知道 就發明了一個藥 去燃燒脂肪 那你如果請問你 這個工作本來是心臟在做的 那你現在發明一個藥 去燃燒脂肪 你不曉得 我們我們不可以介入這個工作 但是他不細不懂啊 好 就發了一個紛糞 但是吃進去後 脂肪已經燒掉了 所以吃了紛糞的人都瘦了 可是你不曉得 從開始吃了紛糞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心臟 因為你取代心臟 你在吃了紛糞 等於在跟你身體說 心臟你可以去睡覺 心臟怎麼可以睡覺呢 好了 紛糞的心臟受到傷害了 小老百姓受到傷害 你怎麼打得過藥廠啊 藥廠是求援兼裁判 你要說這個藥有傷心 對不起我們要化學家 要有科學證明 誰是幫他證明 都是他們的化學家在那邊 都是他幫他們工作的 藥廠請了很多的化學家 對不對 老百姓怎麼會化學 老百姓你只要拿到化工博士 藥廠你把你請去的 永遠在替藥廠做事 求援兼裁判 你怎麼會得到正確的訊息呢 有冤無處勝 一直等了Miami市長裡面的副市長 吃那個減肥藥 吃了心臟敗膜損傷了 哎呀吹吹不行的拿掉 你看看 一定要等到人造成傷害才這樣子 不曉得是心臟 好管的 聲語裡面 五音裡面呢 心臟是 增音 增 好 那你在那邊說增 增半天還是心臟沒有感覺的 好 在 練功夫的時候我們一個動作 我們發的聲音呢 是喝 這個喝的聲音呢 就是正音 好 那我會示範一個動作給各位看 這個動作的目的呢 你用一個觀念 一個觀念去想 今天如果說我拿一個吸管 插到泥土裡面去 拿起來說哎呀吸管裡面都是泥土啊 怎麼樣子清掉 吹 其一就是吹啊 管子通進去 大動脈進去 那 如何在 不碰到任何東西 不自入性的治療 就 插進去的治療 不這麼做 如何讓它 整個打 打通 好 敲敲牆壁嘛 敲敲方便 咚咚咚咚 你通了對不對 你把它就 掉出來了 鬆散掉 馬上鬆開來 那我現在表演的動作就是 如何 敲 敲 好 在我們練功夫裡面 我們叫做撞牆 你說老師你真的發神經病了 什麼時候不好去撞 人撞也就罷了 你居然去撞牆 好 這個過去呢 歷代的武術的名家 都要練這個撞牆的動作 因為你碰到一個個子比你高大了 比如說我200磅 又要個300磅 他把我抓起來像丟小雞一樣 往牆上一丟 碰上去以為我受傷了 其實我才開始啊 因為平常沒事就在撞牆啊 那利用撞牆的反彈力量攻擊他 一拳就打到大包上面 對不對 不然一拳打在他的喉嚼上面 他的十二重樓 對不對 我們學到很了解啊 心比武 我們劇缺缺一打下去 心臟就受不了 大包一打 全身的他管全身的 大落 皮是大落嘛 落 一受到撞擊了 經脉就不通 馬上的人就躺下去了 好 那我現在表演一個撞牆的動作 同時呢 發出來的聲音就是喝的聲音 就可以把心臟的 動脈旋管的堵塞打通 好 所以你幫病人 你自理人 好 一樣可以讓他通 而且通的速度非常快 好 好 我現在表演給各位看 我利用那個牆 這個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腳前一腳後 這樣的話比較好控制 你不要兩個腳平的 平的撞下去回不來 好 那在撞的時候 這種 不能撞好 你一撞就過去了 要找鋼筋或泥土的 好 那 背後呢 不要靠太遠 差不多 三寸的距離 創的時候 不是用後腦袋瓜撞 好 那那個鐵頭弓 念前面的 沒有念後面 這種背後的 兩個 兩個金甲骨 中間的脊椎骨去撞 剛好 三四五六七這邊 第三椎 第四椎 第五椎 第六椎 第七椎這個地方 創的時候呢 不是直接這樣創 好 先調息 全身放鬆掉 創上 平常是吸氣 創上去的時候 大力的把氣吐上來 功夫做到最深的時候是 背後創到牆的同時 把氣吐光 吐的氣的速度很快 在吐氣的同時 發出喝的聲音 這是真音 好 那你現在注意看 剛開始練的時候 你們輕輕輕撞 好 輕輕輕撞 現在習慣了對不對 好 慢慢 慢慢角度習慣了 確定你後腦槽 不會撞到腦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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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